大家好,歡迎收看ET財智Top ESG這三個英文字是最近財經界的關鍵詞 我想最近兩個星期就更多相關的新聞 為什麼呢? 因為在聯合國第27屆的氣候峰會 Clock 27現在正在舉行之中 所以我趁機會聘請高人亞洲Jonathan 上來談談相關的主題